中风呢 这个中风有汗 发热有汗 然后我们知道是要开柜子当 结果来不及了 刚好月经正好来得正好月经期 这个时候热入血是起血必结 所以如果是太阳中风的时候 这种病毒 它跑到子宫里面去的话 会影响到女人排月经 排月经的话 血结到了话 就月经里面 就是当月的月经呢 月经的经水没有办法完全的排出来 可能是排了80%排了90% 那你看你是什么时候得到月经 什么时候停的嘛 那因为有血在里面 淤血在里面 所以才会有发生有颅虐状 就是往来寒热的一种现象 那这个就是小台湖汤 所以我们如果把它简化 简化的时候大家就好应用了 女孩子只要一感冒 你问她 有没有月经 有 就已经结束了 你不要再去想什么 什么葛跟麻黄贵枝 有就结束了 你就可以开 小台湖汤 一定会种 这时候要和解 那如果开错了 你开发表的时候 这个血会往上走 一上走可能逆经 这个月经的从鼻子来 会逆经的现象出现 所以说如果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你太太跟你说 有鬼出现 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个呢 161条 后面我们在介绍金贵的时候 有个很好的处方 也是如见神灵状 这个女孩子太太看到家里没有鬼啊 什么东西 那为什么我们会到时候跟这个条片会混来一起解释给诸位听 因为伤寒论和金贵实际上呢 原书是叫做伤寒杂病论 那张仲敬那时候写的是伤寒杂病论 结果到了宋朝呢 好 宋朝开始有字版 因为以前都写了竹简上面 有字版就开始印刷了嘛 那结果印刷的时候 想说我们把它分开来 就林毅啊 这些人 一些有名的这个一家 就把它分成伤寒 还有金贵 把它分成两部分 金贵就把它杂病 把它分成一类 伤寒六军辩政把它分成一类 所以会有两本书出现 自从宋朝以后才出现的 好 那在以前呢 是没有 是一本书就是伤寒杂病论 好 所以那我讲到有些地方的时候 我会要把金贵的补进来 这样让你看到一只完整的东西 那你如果我讲到后面讲到金贵的时候 我会把伤寒的再补进来给你看 好 让你很完整的看到一个人的生理系统 生化的系统 这个161条 这个财户柜子汤呢 是很有名的一个处方 这位可以从这个条片呢 这位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他说伤寒六日发射为二寒 肢截凡腾 照理说看起来 如果是极度恶寒 肢截凡腾看起来 绝对是麻黄汤这没有问题 因为伤寒嘛 伤寒就叫麻黄汤 中风 贵子汤 他有为恶心 心下之满 好 代表胸脚有苦满的现象 外政畏屈者 这个时候你用财户柜子汤 不要用财户麻黄汤 用财户柜子汤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因为你病症 你即使是伤寒 你一进入 来不及 失智伤寒七天 六七天过了以后 来不及这病跑到里面去 一跑到邵阳里面去的时候 出现了邵阳症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使用麻黄了 已经麻黄你不试证 不试用 他的意思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京方里面 看不到财户麻黄汤 看不到 只看不到财户柜子汤 因为你一下去 这个表鞋一下线了以后 因为麻黄汤是在皮肤表面上 很外层的 表鞋一下线以后 它就在肌肉里面 所以麻黄汤是对的 我讲错了 贵户汤是对的 因为表鞋已经下线了 你这时候开麻黄汤 鸡同鸭角 已经不对证了 那在因为代表拜里 还有财户 所以财户麻黄各用一半计量 原方你看财户 贵枝 黄情 一两半一两半一两半 人生一两半 财户黄情 人生 这个半下 这是小财户汤 对不对 后面生姜甘草大枣是相同的 然后贵枝汤呢 是贵枝白枣 生姜甘草大枣 所以生姜甘草大枣是相同的 所以就不要再重复写上去了 所以他把小财户汤跟贵枝汤两方并在一起 然后诸位看 是不是通通是等量 量度是相等的 全部是等量 等量的意思就是说 正好这个表鞋下线的时候 他走到中间 一半在太阳 一半在哨摇 那处方的时候 张仲宇原来是这样子 七碗水呢 去煮成三碗 然后把它残杂去掉 温服 有的我们在临床上的时候 理论上我们知道 它是这个意思 所以伤寒下线的时候 就不要用麻黄 所以诸位记得 你会用的麻黄当 一定是你很确定 并在表 表就是在 完全就在皮肤上面 你这个时候 非麻黄去不了 那你一要麻黄 你敢用麻黄的话 在最初 第一线的时候 你就赢了 这个战事一发生 麻黄当就结束了 你会用麻黄当的时候 在这里呢 这个条件就是 这个只要表鞋 不在 确定不在表上面 一律不用麻黄 这是重点 那临床上的时候 你不会说 坐在那边等病人 刚刚好 一半在 太阳 一半在 哨阳 对不对 各半嘛 那你如果今天看到病人说 他跑来说 这个 我这个 那你问他 你怕风比较多 还恶心比较多 恶心 我今天怕风比较多 那你说 我等明天后天再来 对不对 你想要等他 等到中间的时候 他 你说 他在这一阵嘛 一半 一半 我一半怕冷 一半恶心 好 那时候这个时候开厨方 医生也太龟毛了 对不对 不需要 一般我们遇到这种 厨方的时候 周围不用考虑 因为 小财物汤是和解的方计 和解的方计 周围看过 我给你 那天给你们那个 我治疗那个 乳癌的 治疗小财物汤和解 以后我们讲治症的时候 和解的方法 非常的厉害 所以我平常在开 一看到 代表 代理证也有 表证也有的时候 我一般会重用财物 我们不管他是 到什么程度 我一般 他是 原方是 各等量 全部等量 那我会重用财物 我重用财物 到三千四千 就是超过他 比如说 这个是 一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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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会 用到四千上去 我会重用财物 因为财物也可以发汗 财物也可以发汗 财物呢 本来就设计的 就在半表半领中间 所以你一加重财物的时候 会把柜子推上去 那柜子财物合理 就会发表汗 所以临床上 你加重财物 在这个汤子里面的时候 病人会发汗 会比各半的时候 发汗来得多 如果你没有加财物 光是这样的话 大多数是小便利量 小便排出来 小便排出来 那临床上 我是重用财物 因为财物这个药非常好用 它能通利三交 它是邵阳的主要的药物 它能通利三交 这个财物 我们在介绍 神龙本草经的时候 也讲过 最好的财物是 一半在土里面 一半在长到外面 这一节最好 我们用这一节财物 是半表半理的 那 这个财物 因为财物能通利三交 而这个三交呢 在中医的定义 当然是上交 中交 下交 那实际上这个三交 就通到我们的 齐桓之府 包括你原来的女子包 子宫卵巢 包括我们的脑 包括我们的骨髓 包括我们的内脏之间 包括了心包 包括了这个胆 都在内 还有丈夫之间的游网 通常是属于三交 都是需要财户 所以如果 你都不会开手房 你就是关开一个财户房 也很好 至少 但不求无功 但求无过 所以老是少财物 然后有点大便不通 就大财物 平常都是小财物 大财物 也可以啦 所以你 这个速度最快 就是女人月经来的时候 一次女孩子很喜欢你 你吃你药真好 每次我月经来 一次你药 当场就好了 因为你只会开小财物汤 碰对了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校 蒋经方的时候 这是绝对土方 都是一记之 就是他煮完的时候 所以七碗煮三碗 第一碗喝他就好料 一大半 应该要这样子的 那你当我们这个 剂量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重 比如说你这个 一千半太少了吗 你看那个女的体格很大 我们给他三千 对不对 加重 贵子也三千 财户到五千去 六千去都没有关系 至今为止 还没有人吃财户 死掉 没有 财户是无毒的 没有毒的中药 好 那这种 这种处方呢 用的非常的多 用的非常的多 当你用财户贵子汤的时候 如果今天有个病人 那一阵 他拿病例给你 他写在病例上面的时候 哎呀 是子宫肿瘤 哎呀 这个人是三胶淋巴 有淋巴癌 好 怎么样 好 这个人是甲状腺肿大 好 这个时候要中虚 记得我的话 中虚 看不到 好 脑筋要空的 你不要 还没有看到病人 光看到病例 眼睛看上去 都是淋巴癌 很多人好 就是着相 着相 一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人就是淋巴癌 已经忘掉 病症论治了 中医不是病论治 那病是人制造出来的 只会看到任何的 不管 我就是看你 就是看圣经 不管你信基督教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什么 你看到所有的经典 圣经里面写什么病 有没有什么病情感冒 对不对 那病都是人制造出来的 那这有目的在里面 真正上帝造人的时候 人只有症状 好 所以病人会陈述 所以你把那个病名舍掉 那是人制造出来 蛊惑你的 迷惑你的 所以你要看病 病人如果跟你讲 医生 我被诊断 那个淋巴癌 我很害怕 那你 怎么个不舒服 你陈述给我听 你不要讲 这淋巴癌 稀稀说 你告诉我 什么钛亚蛋白 你不要继续听 你告诉我 你感觉如何 我感觉 风一切我就很难过 然后我身上忽冷忽热 因为这带一些恶心 你已经想到了财富贵之套 你就开财富贵之套 这个和解 疏导的方式 一下去 病人的体力一恢复 总快就缩小 它本来就是堵在 三交淋巴系统里面 财富下去 大劲的财富下去 用的时候 整个疏伤 我们还没有加其他的药 你可以加 老师 这个人有肿块 我可以摸到肿块 老师你讲过 牡蛎 它可以咸味 可以攻坚 对不对 我加牡蛎下去 如果便秘的时候 它有硬块在里面 便秘又很严重 我不要加大黄 我加盲消好了 因为盲消是攻坚的 大黄只是去食 盲消真的是攻坚的 所以我们有财富 财富盲消汤 对不对 加了一味盲消在里面 所以你看大献胸汤 大献胸汤里面 有干水大黄盲消 为什么盲消 盲消不是说把大便 不是光刚把大便打散掉 切成potato chip 那个样 不但那是这样子 而是肿瘤硬块 盲消都给你打掉 老师盲消是很寒凉的 没有关系 热死节育 一样是肿块肿瘤 寒死也会有 所以当你需要用的时候 它是补药 所以不要怕 所以人 在按照这些 商行论的理论 中医的理论就是 只要人能吃能喝 能拉能睡 身上没有阻碍 你让它三交契机很旺盛的时候 所以平常的时候 你就能够这样子 你根本没有病 没有病 了解我意思吧 那很多人说 这个病是家族遗传 不要讲这个话 这个家族 你看我玩乐上有写 什么叫 什么叫 家族遗传 我爸爸做生意的 每天 吃那个 八点九点钟 才从工厂回来 然后回来家里面 就把大家叫来吃宵夜 对不对 那我就养 从小就养成吃宵夜的习惯了 好了 以后不吃宵夜 很难过 好我爸爸得到六七十岁 五六十岁以后 事业有成了 结果不能吃了 是糖尿病 因为他吃了二三十年 都是这样子 吃完饭就睡觉 结果呢 我长大了 我也有这个习惯 结果我也是糖尿病 OK 西西看西西说 你这个家族就是这样子 不是 是行为上 生活习惯上的遗传 或者是饮食上 食物上的遗传 这有成的 所以你如果给我养 就不会了 你不相信你这个家族 你说你家族 有这个糖尿病 你如果给我养 就拿到鞭子在旁边 吃 对不对 你跟着我一起吃 对 就不会有事了 对 把他生活习惯改变掉 然后把他病治好 所以我们治病不难 治病 如果我们人 把一个病治好 不是 不难的 可是这个病 要同样的病 不让他犯 真难 所以一定要去找病因 到底是怎么来的 对 所以诸位以后 不管将来 散到世界各地去 一定要记得 你一定要到当地去看 他们吃什么东西 然后去了解一下 当地人 你常常到那个吧 或者到那个酒店里面 或者到他们里面 找人家聊聊 当地死的病 什么人 死在那种 死在那种病上面最多的 大概你就知道 怎么回事了 所以我们后面写第一句 就是说要去看 他们怎么死的 然后知道这边 怎么老是这边的人 都得这个病 对不对 一定有原因 把原因找出来 那就很好看了 好 病因找出来 然后把生活习惯改掉 病因改掉 然后用药去把它治好 这才是真正的治好 不然病因没有去 还是不行的 所以我常常跟 常常我们一定要 自己去发掘 你不能等西药厂去发掘 西药厂不可以给你发掘 他是希望 他每天跟上帝祷告 拜托大家生病 他才有生意做 我们是大家不要生病 对不对 刚好我们想法是反的 所以西药厂是很希望 到处都有病床 2300万人 有2300张病床 对不对 2300万人 我们终于是希望不要病床 急诊是有就可以了 需要 那个是急诊 那是急救 好 那不是病 是急救 好 财富贵之汤 一般 这个我们使用就是这样子 所以诸位呢 不要看到病名 看到病名就吓一跳 我曾经用财富贵之汤 就是财富贵之汤 加一味 母粒 就把淋巴 种了快 总了去 好 那你还有财富贵之汤 同样是财富贵之汤 可是呢 它这个发在这个 这个喉咙上面 是等于是贬状腺 不是 甲状腺 我还是这样母粒 淋巴现在夹上去 我们同样用母粒来供应间 它同样都好 所以病人需要 就可以使用 那你如果说 你不知道这个厨房 可以邵阳 邵阳明 邵阳跟太阳的厨房可以并用 你看 老师 这个尾翱 这个心下之满 耳心 耳朵外症 这个耳心有 老师小柴胡桃 吃完以后 这个病人呢 恶心啊 心下之满都没了 表症还有一点 还有桂枝汤症 就变你要分两次 先吃小柴胡再吃桂枝汤 变成两次要吃 那你也一次 把它 那个里外一起治好 常常呢 如果说你是医生 你未婚 然后看到你病得很漂亮 就分两次开 多看一下 那可以两次的 如果是很丑 一次就解决了 就不要来了 所以当医生可以很活药 决定怎么做 好 这个不要啰嗦了 好 这个 这个柴胡桂枝干姜汤 好 这个房我们要改一下 这个方 储方的方号 措置 那 这是京方里面 好 京方里面有几个处方 专门治疗 劳记 劳症 好 劳 劳症 你可以加个病这边的劳 劳记 好 不好意思 劳记 就是说 我怎么吃也吃不饱 你遇到一个人 看嘛 像桂枝汤 储方桂枝汤下去 汗也不流一滴 看嘛 又像小财物 开小财物下去 完全没有尸身大海 开什么处方没有用 这个劳症 劳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劳症的原因呢 我们人不是有风湿吗 风湿 这个风湿如果在关节 就是风湿关节 这个湿如果在 如果是寒湿 如果在胃里面 就是胃加的寒湿 如果这个湿跑到肾脏里面 把肾脏包住了 肾脏过程就不好 就出问题了 那这个湿 现在这个湿呢 它是在血脉里面 血脉 在血脉之中 那我们怎么知道 它在血脉中呢 平常我们的血管 比如说那么大 结果呢 你看到一个人瘦瘦的 这个劳症的人 一定很瘦 瘦瘦的吃什么 你讲大鱼大肉 或者他吃大鱼大肉 吃再多还是瘦 不会胖一公斤啊 那吃素的也是瘦 它跟怎么吃 就是胖不起来 那平常我们的血脉那么大 它的血脉就比我们大两倍 我们按照比例说 比如说你比较壮 比较高大 你的血管比较粗一点 对不对 那个人比较瘦比较小 血管比较细一点 结果这两个人放在一起 瘦小的血管比 那个高大的人还粗 这血管那么大 那这是正常 好 你把它像这个溶积 这里面正常溶积 那这个溶积如果像这样子 刚好 这样子 一半 这两个溶积是相等的 血量是相等的 但是这一半是什么 就是湿 所以这个风湿呢 湿跑到血脉里面去 就成为老 好 所以说就是因为湿在血脉里面 结果呢 你开风湿的药 吃不掉 因为风湿的药去关节 在关节的 对不对 有的人在脏节 你开 他吃不掉 吃不到 就是没有办法 好 那这个湿在身体里面呢 这个人呢 站在那里面是这样子 可是他实际上 他的血管是我们的两倍 那血管系统很大 他就他是 我们平常就带一个血管 这个血脉系统 他两个 你知道 所以他是人带了一个 带了一个另外一个人在走 所以很容易疲劳 很容易倦怠 那打高尔夫就是打 一有十八个洞 他打成第一个洞 就要回家休息十二个小时 睡了起来 精神还没有回复 就是劳 这就是劳 就是没有办法 持久的工作 要劳 张中文景出 治劳的第一方 就是财富贵之干江汤 财富贵之干江汤 好 注意看这个 伤寒 这是我们一个治疗很有名的处方 但是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另外一个用途 就会看这里 伤寒 五六日 已发汗 已经给他发汗了 麻黄糖给他了 或 攻下 都大便也清出来了 结果呢 病人应该好了 没有好 结果病人呢 胸血满 围结 围结的胃里面 微微脏道 小便不利 为什么小便不利 因为你发汗发掉了 发汗发掉又攻下来 病人精也没了嘛 肠胃的精也没了 小便就没有了 水分少 病人有渴 但是又不恶心 渴看起来像阳明症 发汗发痘的渴 那就没有恶心 又没有邵阳症 但头汗出 往来含者 心凡者 此为胃结炎 这意思 就是叫 我画个图给你看 好 这个胃和肠 好 我们用发表的药 和攻下的药 肠子的精也被攻掉 发表的药 胃的精也也没有了 这个时候 围结的时候 代表胃里面 已经没有东西了 精也 胃里面 未必扁扁的精也 伤到了 小便没有了 可而不恶 因为 为什么没有恶心 如果 胃里面有素食 素食 结果你发 你发汗了 又腹下 素食没有发掉 它才会有恶心 发汗和腹下 素食没了 又排掉了 就是 成就比较 食物 成就的食物 没有 没有在里面 所以它不会有恶心的现象 但头汗出 为什么 因为你胃里面 我们阴阳要平衡 什么叫阴阳要平衡 阴是精 胃是阳 胃的火是阳 这个为了蠕动 有这个热能够 有这个热存在 能够 这个热能够储存在胃里面 是因为有这个精液 胃里面有精液 所以才能够把热存在 存在那个里面 就好像我们电池里面 有点液体 所以才有 那个年年的 才有办法把电力 储存在里面 那你精液现在没有了 电力要丧失掉 这个时候热就往上冲 因为热 热是本来的 本来的性就是轻嘛 性是很轻的 热性是很轻 所以他就往上冲 一冲就冲到头上 所以淡头汗出 淡头汗出 好 那有往那含着 那有又有心凡着 此为魏杰 就有一些 在一些少阳镇里面 接一些太阳镇 那可是呢 魏的经验又没有了 这种状态之下 开得出来的厨房 就是贵枝干浆 财户贵枝干浆汤 临床上看的时候 如果只要听到病人 很口渴 全身这个肌肉 没有力量 那小便非常的不好 胃里面很不舒服 他只要讲胃里面很不舒服 那会不会恶心呢 不会恶心 那你东西吃得多不多 我吃不下去啊 没有胃口 这个看起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财户贵枝干浆汤 里面的病可能是肝癌 可能是肝硬化 可能是胃癌 可能是胰障癌 你不用管它 所以当病人跟你成熟病的时候 你要中虚为名 离挂 然后病名拿掉 看病人是这样子的时候 就可以处方了 最简单了解的方式就是 只要有往那含着 就财户一定要用 对不对 那只要病人呢 这个 这个肌肉 酸软 那已经有发汗 有汗出的时候 就是财户 对不起 就是贵枝的 贵枝就可以用了 无汗才会用到麻黄 财户贵枝 那干浆的用的原因 干浆跟生姜都太一样 一样就不用分两个药了 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 干浆生姜并用 后面有些处方就会干浆生姜并用 干浆呢 最主要是温中 那生姜呢 它能够散水 这个 这个胃里面有水的时候 生姜能够把水 散掉 所以生姜和干浆都能够止 但是干浆比较贵的 贵加有寒的时候 贵寒的时候 我们会用 这个干浆 那胃里面太热了 或者是这个 有积水的时候 我们会用生姜 去把水散掉 这是干浆 所以这里呢 因为已经发汗又附下 附下以后 被攻 病人被攻下了 所以胃里面没有东西 我们知道胃里面没有东西 这个时候 我们有干浆 温中 看处方的时候 诸位看 财乎这是五钱 到六钱 贵枝三钱 干浆两钱 黄芹三钱 这个黄芹知道 我们是跟着财乎来的 只要有热 这个热呢 从胃上面发上来的 有两种 老师 这两种 都是去热 什么时候用石膏 什么时候用 晴年 晴年 晴年是味苦 苦味的 石膏呢 是心 是 干 心肝发散 他这个药呢 是去热 这个药也是去热 这个药也是去热 但是这个药呢 去的热 跟这个药去的热 不太一样 有一点不一样 这个药呢 是去的是 这个 胃家的虚热 胃家的虚热 这个药呢 去的是胃家的石热 但我讲胃家 并没有讲 常家的石热 比如说 我大咳 我咳 一直要喝东西 这就是石膏 因为它是胃家的石热 好 病人呢 有咳 好 但是没有说 那种大咳的现象 好 那我们会寻用 黄晴 好 所以 当中的 柴胡汤呢 是用黄晴 第二个 第二个 当会用到石膏的时候 只看到病人是热症 看不到寒症 所以这里呢 只要有往来寒热 你有寒症出现的时候 石膏就不对症 石膏一定用在纯热症 好 纯热 纯热症 我们会用到石膏 好 石膏 这是这两个 后面我们介绍 黄晴 黄晴 黄连 那个血腥汤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跟周围 再讲这边 好 再回来讲 所以这里用黄晴呢 因为胃家有虚热 因为胃里面没有啦 但是热往上走 好 那口渴的厉害 我们用刮楼根 这个刮楼根 老师这个刮楼根 在金方里面 除了金贵的柔静 在用刮楼根以外 这刮楼根 很多病人造口渴的时候 病人只要有渴 我们这是用刮楼根 好 那现在市面上呢 你如果去买 写刮楼根 或者是写天花粉 好 它拿给你的东西 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真正去追究 这两个东西 实际上有点差异 好 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现在呢 就没有那么讲究了 好 那刮楼根呢 一般来说 我们用 即将用重点 好 它这个四两 好 这个比它 比其他的 其他的剂量重点 如果口渴的比较严重 刮楼根 加重点 刮楼根治的口渴 是专门是治疗 血管里面的水不够了 好 所以说 血脉里面的水 不足 好 我们就会用到 刮楼根 就是天花粉 糖尿病的人呢 就是 血管里面的水不够了 所以你去硬血的时候 一看血量很高 它是水不够 所以病人呢 会自救 这个人 这个病人 自己会 我们人身体 会自己去救自己 所以他会一直口渴 一直喝水 喝水 小病就排掉 大概 我们平常喝的水 没有办法进入 那个血脉里面 一定要吃的食物 才能进去 好 所以如果我这样子看 这位还不是 老师你很难判断 血管里面的水 这样子好了 肺经 伤到 肺的经验伤到 我们的心上 上交的时候 心和肺 都在属于上交 这是 胸是诸阳之会 所有的阳君会的胸主 那因为 那个血在这边交换 肺里面是气 肺里面的气呢 是天上的水 像云雾一样 肺气的来源 就是大肠气化以后上来的 所以这个水是纯 非常好的水 这个水 就可以进入血脉里面 刮楼根呢 就是补肺里面的水 这样讲 好 刮楼根 所以刮楼根拿出来 也是白色的 天花板是白色的 色白入肺 那刮楼根跟石膏不一样 石膏是胃热 好 刮楼根是肺热 这样了解吧 所以你就可以分开来了 好 这个厨房就分开来 好 所以如果你要 要减肥 老师如果这个 那个胃热 有没有 胃很热 热就动得 动得 蠕动得很快 你开的是 刮楼根 就不对了 你应该太石膏 对不对 好 那你如果说 这个病人 这个是很漂亮的小姐 你帮她缩身 你可以 二两三两 慢慢地开 她常常来看你 如果你要 她变化得很快 一下中手 下中手了 五六两 一下去的时候 胃口就变掉了 一寒的时候 胃就会缩起来 好 所以我们 这个使用金方的时候 你要很明确 那个药的功能是什么 好 那个药的功能是什么 所以后面我们再讲 刚进柔静的时候 静病就是脑膜炎的时候 柔静出现的时候 张仲敬会用刮楼根 他不会用石膏 好 不会用石膏 好 那这个药呢 好 刮楼根 那为什么要用牡蛎 这个牡蛎 专门降浮阳 按照这个 本草经理 牡蛎呢 降这个浮阳 那老师 你怎么知道浮阳呢 淡头汗出 为了阳气往上升的时候 我们要把阳气降下来 你干姜只是温中 同时把浮阳降回来 阳要收 阳要把它收炼起来 所以牡蛎呢 就是收炼 阳的一个动作 收炼阳的一个动作 好